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富士山2024的現場 今天這一集呢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就是我旁邊這一位同環得主 阿偉 他的全程紀錄畫面 因為怕大家一路看都太無聊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陪著大家在看這一部影片的時候 同時也給他解說一下 阿偉來 大家好 我是阿偉 大家平常齁 那你原本這一場的目標是多少 我前面這一個 本來是沒有目標啦 但是看看 想說原本有機會可以迎環 殊不知富士山的天氣 就是沒有像大家想的那麼簡單這樣 哇 富士山這個路線其實沒有像大家想像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聽到富士山的話 會以為他跟武嶺一樣 就可能一口氣要爬兩三千公尺 但事實上 他的長度大概多少 他長度大概25公里吧 那要爬一千二一千三 其實應該是跟 跟宜蘭的太平衫會差不多 所以我是拿太平衫的成績來做比較 右下角那個 但可能 對富士山水土不服 對他的天氣寒冷也比較舒服 所以只有穿夏天的服裝去這樣 喔 那個是怎樣 我是不是應該把他快轉向 也可以 那我到時候還要自己再對一下 好久喔 你這邊到底停多久 有啊他這邊有寫啊 在右下角我寫 右下角 右下角 好那我們就這樣放爛 就這樣聊 聊到他開始 沒有你中間要有 中間我們現在這個我可以把他剪掉啊 對你中間可以 他一批一批放了 對 他不會太多人 對 對 對 剛剛有一個沒有裝水護架 他跟前面檢查幾分鐘 對我們剛剛那個 後面 左球方的那個 他都會 他大概是沒有裝水護架的 然後他的成績 我看是要拚65分 65分以內 這個綠綠的那個 看好多人中間有帶水 這樣 哇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富士山現場 大家可能攝影機的角度問題 只能拍到前面這一片 其實人非常多 如果你把頭抬高一點 你可以看到大概現場 塞了兩萬多人 那我們現在呢 因為我們參加的是 運動生活小高的這個團 就是要拚成績的 所以 基本上我們就是在第一梯次出發 第一梯次出發 好處應該還蠻多的齁 嗯 至少前面沒有遇到那個 比較慢的啦 或擋的啦 其實都是我擋別人比較多 因為 騎到後面累了 後面來的列車一大多 他都跟不上 我也是 我真的覺得 等一下我們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好那現在我們已經要 準備出發了齁 現在放到我們這個批次了 他報名有分A B C D E F G 大概有七組 那麼A B C組就會放到Zone 1 那我們現在就是屬於這種萬第一梯出發 所以呢 如果要搶成績的還是盡量要提早到會場 而且好像我們排在尾巴是比較吃虧對不對 嗯 然後前面的話 我的車我也跟不上 所以我大概都是只能吸後面的 後面那邊人追上來 但後面那個人追上來 因為中間有一兩分鐘差嘛 所以他們騎實地上來 所以我也跟不上 我覺得 我覺得 可能還是 在前面一點點會比較容易有那個列車嗎 大家還可以聽到這個 鳴笛聲齁 這批次要出發了 其實可以在排隊的時候 就稍微看一下周邊的人 看一下他的配書表 對對對 因為 那時候也有稍微在找 可能可以跟著列車 但是 大家都知道 開賽比較衝動 欸 日本人是不是開賽特別衝動 嗯 蠻衝動的 等下看過計時點的時候 那個瓦數就是直接往上開 哇 現在這一段大家看到的是這個暖身段喔 大概 距離應該有多少 大概 差不多快一公里吧 但是說暖身段也沒有很暖身 就是大家 都塞在一起 就是塞在一起 慢慢聊天才 踩到那個計時點開始 好 那大家就看一下 開始的時候要想辦法暖身啊 不然真的是 開賽就直接強度來 沒有像騎舞嶺一樣 前面人子關16公里還可以輕鬆騎這樣 輕鬆騎 哇你看他的肌肉 哇 其實他們都有準備 他們腳套啊 就鞋套那邊 或者是一些秀套什麼的 像我們這個台灣來的 青菜啦 青菜穿 穿個短褲短袖 差點能死在富士山 對啊 而且其實出發會場的時候 大概是12度 然後 早些時候還有下雨 所以我蠻擔心整路都在下雨 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能這個天氣啦 我們一開始比較不適應 嗯 身體沒有熱起來 其實差蠻多的 我是覺得沒熱身 就是沒有熱起來 那個瓦數差很多 日本的冷跟台灣的冷 是不是感覺有點不太一樣 嗯 有下過雨之後更冷 對 我就比騎五零還辛苦 騎五零都沒有感覺到這麼冷 除非跟那個 秋季KOM的時候 才有這種感覺 秋季比較接近 對 十月的那個KOM 溫度可能就跟這個差不多 嗯 因為這個時候五月 其實在台灣大家都已經 穿短車褲 短車衣了 對 來這裡幾乎都要換回長袖 長袖或袖套 一開始也是怕熱啊 想說 嗯 應該是不會下雨有出太陽 結果就穿短褲短袖 沒有外套 騎到一半其實冷到 腳底都是冷的 就是不會熱這樣 鞋底都是冰的這樣 對啊 這樣騎起來其實很痛苦 而且我覺得他們 在暖身段的時候 不會想說要 很積極的去卡位 大家都順順的 沿著那個前倒車這樣往前走 對 因為通常暖身段 台灣選手就 四處鑽啊 然後就開始摔車 或幹嘛 對 這邊好像不會 大家都很守規矩 大家可以看畫面 可能會爬坡吧 就是要鑽 比較難鑽啦 或者是大家比較 沒有那麼衝動 但是待會過了那個 那個計時點 差不多一公里左右 就是一個左轉之後 大家就開槍 對 很明顯的那個瓦數就上去 而且其實網路上 你們看到影片 不會把這個暖身段也放進去 他們就直接是 從那個計時點就開始剪了 所以大家要看暖身段影片的話 這個一段就好好珍惜一下 而且你看喔 他們的人都不會超交通錘耶 對 他們蠻守規矩的 都是交通錘在哪邊 他們就是騎那個裡面 因為對象還是有車啦 但是車不多 我們不太會去跨過去 真的 大家參加的比賽都還蠻守法的 而且你看他們的選手都很專業 身上都不會掛什麼攝影機 就我們台灣去的最少包有沒有 可能很少看到 應該只有CT一個人吧 頭上有重攝影機的只有你一個而已 從頭到尾就是我頭上插那一隻最大隻啊 對對對 沒有人身上揹一堆哩哩哩哩的啦 大家連水壺架都省掉了 他們還不喝水 我們看一下真的有人水壺架 對啊 大家其實都只帶一罐水而已 這個其實差不多一罐水也就夠了啦 然後他們要出發前 還會把多的水給擠掉 還會擠掉啊 對對我想說 都揹這麼多水來了 你們要在計時點之前 他們就一堆人在那邊擠水 喔 不是為了要洗手 是要擠水湖 把裡面的多比的水擠掉 因為我看了好幾個 在準備要開始的時候 他們就往旁邊噴水這樣 實際上其實真的 喝到最後好像也不到半罐嘛 對那天氣的關係吧 雖然不會口渴啦 喝的水也喝不多 像我也只有喝半罐而已 那你在太平山的時候喝幾罐 太平山我也差不多喝 差不多四分之三吧 太平山喝比較多 因為太平山稍微再長一點點 對 而且太平山的天氣 我覺得跟這個沒辦法比 太平山比較熱啊 真的太平山我真的喝到快兩罐耶 很像你太平山要騎 我比較久啦 一個半兩個小時的時候 就要喝很多水 我要自己先尻一下 現在是不是 還沒到 到前面有一個轉彎左轉的地方 差不多 他們待會就要左轉然後就開始 對對對 這個速度開始有一點點要上來了 有你看旁邊有一個在噴水 已經有 真的耶 你看真的在擠水壺耶 他們喝一喝然後就會往旁邊噴這樣 對啊 前面還扭一下生奶腰 左轉了 準備要過計時點囉 整個上來了 而且你看 第一T次的好處就是在可以從對象 直接 這邊沒有放交通追啦 所以我覺得對象應該也是可以上的 好過了過了過了計時點了 好這邊就開始正式開始了 好其實齁 它有點像我們那個太平山從土場 這樣子 然後前面它有一顆收費站 所以富士山的話 通常他們的Trava計時點都是從 收費站過後開始 對 所以前面這個路段我也是找很久才找到 有前面這一小段大概多少 500公尺有沒有 差不多 嗯 應該沒有到那麼多 因為等一下就是收費站 馬上就收費站 其實蠻短的 但是這一段大家就開得很用力 但是這一段大家就開得很用力 對啊 你看坡度已經9% 它其實一開始是一個蠻 算是一個 中陡坡的一個狀態 因為它前面4公里 它那個前面4公里其實都是 這個富士山較斗的路段 哦對對對 可是如果前面沒有跟住 它後面變緩的時候 你就追不到人家 欸可是 我前面就是跟到爆掉 然後後面緩的時候 沒力氣上車欸 我一開始也是想說 抓太平山的瓦數來騎 沒辦法 殊不知那個 腳不 就是 力不重心 力不重心 因為我之前太平山 20分鐘 少說也270 想問我也是開270在追 追一追我就腳軟 這一次表現真的是比較差 這次比較 日本這邊騎車比較容易腳軟 對對對 日本就不小心被弄到腳軟 這邊就是那個收費站 他們過收費站的時候 有一點點變平緩 可是大家又狂開 對對對 對對對 這邊 就是準備從列車就跑出來 其實剛在收費站之前 就是篩選列車 就是有點 因為那個有一個小陡坡 這邊就稍微平一點 大家都在篩選 然後這個篩出來了 哇 然後你看現在差不多都是 推6 推6 推5推6在那邊追 對你體重不是60嗎 沒有 那時候60出50幾這樣子 50幾 沒有 就騎起來比較辛苦 可能 太瘦了我會冷這樣 喔 所以太瘦了會冷是主音 我也不知道 但是騎一騎就是身體會冷都熱不起來 然後後面我就掉隊了 這其實撐沒有多久我就掉隊了 那一開始瓦數真的是 欸真的欸 你這瓦數開了蠻高的欸 沒有那前面有200 300這樣 對我前面那整路也都300 那 但是那個氣氛 那我一直說服自己 日本人真的很高 應該沒有日本人看嘛 就是 比較有all in的精神 一開始就是不能輸 就是一出去就要跟人家輸贏 他們比較少 你就說我照自己的配數這樣子 應該是有一群 就是超高的 對啊這個回轉數好高喔 這也是跟得很辛苦 對啊 我們這邊有個金牌的 對明年可能搞不好就會去富士山了 你要去後面那個站一下那個Ti啊 當一下model有沒有 要多練啦 我覺得可能要練60CP才有機會撐住 你看我已經開到推式了 旁邊這個還直接這樣刷過去 對啊 這個車剛好是Ti的金色的 就是金環 然後後面也是站了一個金環的選手 下次他就騎這一台然後拿金環這樣子 欸話說金環推力要多少啊 金環用CT你配數網站算出來的 不是應該要推5.2嗎 5.2嘛 整路一個小時推5.2 金環65分鐘嘛 那你就是要撐65分鐘的5.2啊 5.2對你這個體重來講應該算輕鬆嗎 什麼可能 5.2我也要310 310我要撐60分鐘 太辛苦了 那FTP要310、320 那我覺得FTP可能要310比較有機會 才撐得住啦 那你覺得 那你FTP多少 320 差不多就是金環選手的實力 又有 那穩了穩了穩了 後面真的是一個金牌的 而且還有集團效應 對還有集團效應 這個對大瓦數的人來說我覺得比較吃香 哪有 平路他後面有那個比較緩的 因為前四公里都很 我覺得坡度都蠻多的 就是 8.8到10% 對啊 其實你掉隊就掉的蠻兇的 但是後面有那個4.5%的 你瓦數起來的時候 我們還要在後面240、250 就很辛苦 後面那個瓦數起來的時候 我真的也是上不去了 有時候就腳軟了 你看這邊我就腳軟了 後面他列車就跟上來了 對啊後面那個 他們後面其實 後面其實吸了很多人 然後他們就會一直輪 會輪替 但是他們不會做手勢 可能 大家默契不太一樣 就是看到你掉了 他就直接從後面幫你 補上來這樣 日本人養套沙的功力還蠻強的 對 他都先躲好好 然後看狀況 溫水煮青蛙 對 而且有人在後面跟的時候 他們其實也會小拉小拉 慢慢的就掉了這樣 這個時候後面的T字其實也放行 然後後面的高手就會開始追 那個時候壓力超大的 可是從後面上來的列車 通常上去都撐不久 因為他們就是從後面追上來 通常都超過你這個實力 對對對 就是後面來的實力已經都比你強 等於沒車了 對對對 那前面跟你實力 一樣的 因為有 你也追不到 對你也追不到 像這個 這個坡5-6% 其實騎起來是有速度 對有速度 而且是真的有風欸 對有風 然後那個瓦數不夠 要 像騎點可能260 我這邊可能要 比你260還要更多 因為不然我速度就上不去 而且你看那個路喔 這個畫面看起來 你會以為是平路對不對 對 就是富士山 應該說日本的路看起來都很平 但是騎起來都不是這麼一回事 對啊 大家看右上角這個趴數 有沒有 5-6-7-8了 但是看起來 我看起來就2趴欸 其實看起來跟平的沒有兩樣 對啊 就是你在 你在用眼睛看的過程中 它跟平的沒有兩樣 不是 但是旁邊的日本人 騎起來就真的是2趴的感覺 然後但是我真的騎起來 就是那個表上的6趴 可能我們不夠用力啊 因為我看他們騎啊 那個喘息聲都還滿大的 然後 流口水的也有啊 然後低著頭 一直狂冒汗的也有 我想說 奇怪我都冷得要死了 為什麼他們這 騎得跟夏天沒有兩樣呢 好我也是流鼻涕流鼻水啊 很有鼻動眼 我們沒有一樣少欸 然後像 左前方這個車友啊 因為我跟他應該是 你跟滿久的感覺齁 也沒有跟滿久 就是我一直有碰到他 我想說 他也是快掉快掉的 我也是 差不多快要掉了 但是我們兩個就互相一直這樣拉來拉去 哇可是他看起來比你大隻欸 對 像我其實比較吃虧 我要花跟他 我可能要花比他多的瓦數 才有辦法跟他平行這樣 你有嗎 我覺得他花的瓦數比你還大欸 可是他後面如果平路就贏我啦 喔 那平路你有跟住他就可以帶他飛 你看這邊這個 如果沒有跟到前面集團 要花很多力氣 可是想追上去可能也都掉了 像前面這個你有打算想要追嗎 這個當初有想追啦 但是力不從心 你看後面那個刷上來壓力很大欸 這個應該都是後面T4的金環或銀環喔 對對這個應該都有銀環啦 因為我看我的時間騎到5公里左右 差不多是銀環的時間 如果後面都沒有掉的話 那後面衰退的還蠻嚴重的 我記得銀環應該整路也要推4點多吧 剛好是推4就有銀環 推4就有銀環 對推4就有銀環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算一下 而且有這個集團在跟後面可以偷蠻多時間 聽說普遍都是可以偷到3%的瓦數 那前面要跟得住啦 不然騎到後面你看我這個 哇塞你看這個 集團後面一直上來啊 小野田來了 小野田來了 欸這個這個那個我也被他刷 那個超快快到爆 那個小野田超快 或者是騎菜蘭淑女車這樣子騎上來 對啊 這一台列車我有沒有想跟啊 我想說小野田都過去了 我還不跟這樣怎麼行 你知道小野田就是他一堆爆掉了 結果跟上去就很快就爆掉了 因為現在瓦數都270-280 對啊你看你已經都270 那小野田那個盾位應該是320喔 而且他們是整台列車在拉這個速度 我270-280也都追不到他 對啊 重點是小野田有沒有上卡啊 痾 我怎麼看不太出來 拉回去可以看一下 而且小野田後面跟一個女生 對對對 那個女生應該也是迎還吃力的 喔吃香耶 他那個體積剛好整個被他cover 然後後面一狗票跟上來 超恐怖的 這個這一台列車我沒有跟到 當初覺得很可惜 喔 應該死命都要拉著他 因為 我看你心跳也快要差不多了 沒有沒有 還沒有 這心跳對我來說 180是 我騎武嶺的軍心 可是那一天我心跳就拉不上去 我就想說很奇怪 我心跳只有160我都上不去了 所以當初我這台列車是很想上 但我就覺得沒有力 因為現在開賽也沒有 因為暖身不夠對不對 對十幾分鐘而已 對我來說我應該要有辦法 可以跟上這台列車 對啊 我這台列車超大團的 算起來有二三十個人 後來跟 差很多 對 現在到一和木了 一和木大概 三點多公里 對 這樣算的話 三點五公里 差不多 而且這邊會變平 對 所以我覺得路線有時候攻略要看一下 就是 變平的路段不能放掉 因為我快到一和木的時候 有稍微放掉 因為那個集團追不到 我想說就算了 結果他變平應該是有辦法繼續黏住他 結果沒有他們開得更兇 這邊瓦數我就放掉了 結果就被人家拉遠 結果越拉越遠 然後你看後面追上來的車 根本上不了啊 那是同一個車對的嗎 對 那個是同一個 剛路上有遇到的車友 喔 他現在就要開了這樣子 對 但是這個車我稍微跟上 因為他也是吸了一下子就會掉 喔 所以大家就是跟一波放一波 跟一波放一波 就是實力不夠啊 練不夠 所以才只用跟一波放一波 就是跟一下就腳軟了 對啊 哇這個路看起來真的很平 這路看起來是平的 但是騎起來都不是這樣子 對啊 我都覺得在日本騎車自己就覺得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就覺得都騎不動 你知道嗎 但他們的路 我覺得騎起來沒有像台灣的那麼順 因為他們的路都有坑坑巴巴 有顛波 顛波 他們那個剪數條是直的 喔 然後騎起來會 要怎麼說 就是比較顛啊 對啊 我覺得富士山周邊不只這一條 那個路喔 滿爛的 有點讓我驚訝 因為我一直以為日本的路超好的 然後還好我後來真的是帶那個無內胎 不然我原本那個OPEN 那個胎壓達120 哇 我的屁股都爛掉 加碳浮條的話 哇 我們真的 你看從頭到尾 要嘛就是被你刷卡的車 就是不是你的車 要嘛就是你跟不上的車 這個從後面這種殺上來的 基本上都是我跟不上的啦 對啊 但是我還是有試圖想跟啦 所以其實齁 我們應該齁 下次小高明年開團的時候大家分組 然後一起走 學他們日本人這樣子一起走 對 原本也有想要跟同團的一起走啦 因為他們 我們這次團裡面也蠻多拿同款的 然後 時間也在80到85分之間 我覺得這些人應該全部可以湊一團來合作 有機會推到80以內 對啊 可是一開始那個比較閃 就是大會那邊集結的時候 就是在出發點之前 如果大家有集結好 然後放行沒有亂衝 應該可以全部人拉一台列車 對 真的可以 因為 像有些路段沒有列車真的很吃虧 對啊 前幾公里還好 但是後面我覺得 就是 騎一個寂寞 就是前後都沒有人 你知道嗎 然後只能在那邊自己推 然後那個瓦數又上不去 對啊 因為 那個 視野前面都沒人 人都跑走了 後面的也追不到你 你就自己在那邊推 很窘耶 你知道這個就是有點像那個 跟不上的髒話今天白K 而且你看喔 那個富士山 它跟太平山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看我們剛剛從頭到尾 幾乎沒什麼看到法甲灣有沒有 它的路就是這樣一整條直直的上去 他們路的那個彎度比較小啦 所以幾乎都是直線比較多 對 所以這樣的路那個風組特別的大 風特別的大 有人在前面擋的時候其實是有差 真的差很多 我自己這麼大隻我都覺得有差 而且你看那個集團他們過去啊 很快就會離你遠去了 所以如果沒有跟車或是一大團 那個速度會越來越慢 這個時候那個風衣的拉鍊就不能拉開了 這個風組會有點大 但是這邊沒有那個沙石車啦 所以安心安心 它風路啊難得一年度風路 對 其實騎起來我覺得蠻舒服的 很棒 對不用擔心對面有車 而且日本人也不太從對向騎車 對 就是算說是雙向風路 但是很少你看很少車也會超內線 就是走那個最短路徑 而且你看我們現在前面的梯子出發齁 那個不會遇到對向剛好要下來的那一批 不然那個其實壓力還蠻大的 對我們這麼早出去其實沒有遇到那個要下滑的 因為好像第一批下滑的還沒開始 對對對 我們差不多到山頂的時候第一批剛好要下滑 對 對 因為我們自己在下滑的時候知道 我們下滑的時候就看到一堆人 全部人都擠在那個上來這一道 然後想要超人其實那個都超不上去 這個富士山最陡的我覺得應該是在 這一段 差不多這一段 因為他這邊有瞬間有十幾% 可是如果撐住了後面好像就變緩 對 就是差不多五公里左右吧 反正開賽的五公里前想辦法吸到你可以吸的人 後面就是跟著集團一起前進 因為你看現在畫面前面集團真的一狗票人在那邊 如果有吸到真的是快很多 終於是看不到吸不到啊 這個就是問題 真的是看不到吸不到 而且他們會想辦法把 就是像現在後面追上來 他們會想辦法去把前面接起來 對他們很厲害 他就直接就督上去了 對他們會直接把他接起來 而且接起來還有辦法撐在集團裡面 這個要練夠啊 他們現在沒辦法 你有沒有看一下他們車價有沒有水壺架 這個騎在這邊的應該都有水壺架 對應該都有 沒有水壺架的都跑掉了 都上去了 對沒有水壺架的都跑掉了 現在才是義和木喔 剛剛那個是幾個木 剛剛那個也是義和木啊 只是應該是他的停車場 但是那邊超平的 那邊我覺得放掉很可惜 很可惜 對對對 對 對 我應該可以握一下把旗 風質比較低 那要看平常你怎麼爬坡的啊 哇 像這個他們很多人都從旁邊直接刷上來 這個我刷到真的心裡都有陰影面積耶 就覺得自己哇 我是在衝 想說我們怎麼那麼弱啊 一直被洗臉這樣子 對啊 這個如果下雨 應該是被洗到受不了 還好沒有下雨 不然真的是風整路被顏射 下雨還怕失溫呢 對啊 雖然這樣子看 然後沒有什麼下雨 但是氣溫是10度左右 騎起來其實蠻冷的 對 而且因為它風大嘛 它那個風還蠻大的 而且山中間 大概山腰的位置吧 它起霧 它沒有出太陽 其實很冷 對 真的很冷 你看現在雲大概已經快要 就在我們頭頂上 這樣子 就是騎起來很冷 像這種下坡路段 這個一兩趴零趴的 結果沒有沒有集團跟 然後又跟不到別人 真的是 就沒辦法減秒數 你看這個殺過去速度都多快 你殺過去你瞬間咬住它有可能嗎 這個瓦數要拉上來啊 我可能當時沒有力 對 當時可能都快沒力了 當時可能只想維持瓦數慢慢騎 但是日本人都沒有這樣子 這個可能 誰鳥你啊 這個可能不能當登山菜子在騎 真的 對 像太平山的話可以維持瓦數慢慢騎 因為它有些坡就是 就抖成那樣子 太平山也比較短 對不對 太平山比這個長 太平山有比這個長嗎 有有有有 而且坡度也比較 爬升比較多一點 太平山是爬升多 然後坡那個 長度也稍微再長一點 我記得里程就十幾捏 十幾而已嗎 還是二十出 也差不多二十出啦 對 像它現在這個路面啊 其實很難騎 很難騎 真的 我覺得這個 如果沒有選好位置 可能會滑出去 因為它有 有那個裂 裂縫 它有些裂縫裂很大 對 然後這個列車也是我想跟的 哇 你最後有跟住嗎 最後可能 跟一跟就掉了啦 那 當天狀況真的 我覺得很差 你覺得 差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保暖沒有做好 然後熱身也熱不夠 我覺得 對阿 我覺得熱身真的太少 可以說是 基本上就沒有熱身吧 因為站在那個會場 站半小時 也都冷掉了 那出來只有 就是 輕鬆騎那個 一公里 就是 沒有感覺 而且他們一出去就直接開了 對啊 那個太瞬間了 那個 氣溫又這麼低 真的身體冷了 有夠徹底 但我看他們 也 蠻多人就是 長袖 車衣 然後 腿套 跟那個 卡鞋 有把它套住 我覺得那個 鞋套可能有差 對啊 他們穿那個壓縮襪 我看到蠻多人穿這樣子 而且襪子很長 他把小腿可能做保暖吧 對對對 因為他們的襪子 普遍偏長 這個我們也可以學一下 如果畫面 看到的話 其實我看蠻多 都穿這樣子 出來 對 我們應該去 我們應該去 那天去看一下 總一總二總三 那些人他們怎麼穿 還是他們根本沒穿 因為太重了 他們可能就 轉褲短袖 直接殺上去 對啊 我們那個會場 看到那台車 嚇死 水壺駕 什麼都沒了 他們根本不打算喝水 就 他連水壺駕都拔掉啦 他身上也沒有帶東西 對 可是這樣一個小時不喝水 真的不會怎麼樣嗎 我是沒辦法啦 因為我會覺得口很渴 對啊 這會影響到一點意志力嗎 可能有 但是日本人可能 就是 一生全命嘛 真的沒辦法 一生全命 對對對 我覺得日本最可怕的 就是在這裡 這很殺 你看這個集團一放掉 就直接往前跑 他們 很快耶 這都追不到 這個無法術又掉了 直接會喪失意志力 對 然後後面有人上來的時候 都會想跟 這個是不是他 剛剛在後面跟你很久啊 應該是 那這個前面也有看到 對 其實如果有掛後面的攝影機的話 會發現 都大概有幾個人都 固定在 要偷跟你這樣 也沒有啦 我們會互相輪一下 所以就是他累了 他就變我在前面這樣 可能騎太慢啦 被人家嫌棄 他就想說 受不了要出來帶 沒有 想說 不要吃你太多豆腐 沒有沒有 現在這個 瓦術很丟臉 就是 光推3期 都差不多了 可以耶 有推3就不錯了 好不好 我都在保推3耶 推3的話才有同款吧 推3有同款 可是我覺得 應該不用到 3.2才有同款 推3.2 但是我覺得 有 接近推3的實力 應該可以試試看 因為 那個 集團可以吃很多豆腐 對 對啊 就是 其實像 如果你們要來日本比賽 我就覺得說 一定要找大的團 對 不然你看好像 那種 職業隊 像賽頭他們是一整個車隊就出來 那個OK 如果你是閃團 然後你想要找一些比較實力的隊伍的話 我覺得你就可以選 像我們的這一團 你看我們這一團 有兩個金環實力的嘛 然後還蠻多銀環 然後跟銅環 就是 只缺 我們賽前沒有好好做一個整合這樣子 對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啊 但因為大家 都沒有騎過啊 對 大家沒有騎過 然後 如果有一個集團這樣一起跟的話 應該會 大家會互相省力蠻多 而且成績會進步 就是 大家互相輪一下 對啊 因為你看沿路 這個集團是蠻多的 但是其實跟不跟得住也是一個問題 真的 他那個環真的是很雞巴巴巴的那個設計 搞得我們明年真的 大概小高這一團 大概一半以上都要再參加一次 就是看目標是什麼 我覺得可以模擬啊 就是用 用你的配數表算出來的軍華 然後如果可以 你應該沒有用吧 達到就有 我是直接 你不是有算出來嗎 我就看那個推力比 我想說 是有機會可以達成的 對 因為我太平山騎起來 其實也差不多是那個感覺 我就覺得蠻有機會的 結果這次騎的跟太平山時間 快差不多 就覺得 也 落賽太多 對 對 因為軍華差很多 欸我跟太平山差超多的欸 你比太平山快很多啊 我太平山 就兩個小時啊 我本來以為 那個富士山我要騎兩個小時 因為那天狀態真的太差了 所以你看這個富士山 對瓦數大的人還是比較吃香 因為他比較緩啊 因為他比較緩啊 因為他真的太陡了 對 我自己是有印配數表 配90分鐘 然後我覺得對上去還蠻準 就是配那個瓦數 最後均瓦 沒有打260瓦 就不會通還 結果真的就差2瓦 就爆了 那你沿路有跟集團嗎 我前面跟完那個邱凡軒 他們後面就爆掉了啊 他們其實後面有 從我後面追上來 在滿尾段的時候 在二十 十幾二十公里那邊 他們有從後面追上來 那他們成績82分 83分左右 超恐怖的 他 我這樣子 嚕一嚕也是84分 所以他們從後面 有把我刷上來 這樣 我前面跟他們 他們跟到一盒目吧 然後我看 低頭看 我均瓦已經300了 就直接爆啊 羨目 騎5公里還有均瓦300 我如果均瓦有300 我前面就跟得穩穩了 跟那個雕 後面整個都軟掉了好不好 不會 那個均瓦300 對他們來說小意思好不好 我是從均瓦300 然後我要看到底 有撐到山頂 能不能控制到260以上 但是就是很難 但我覺得痛苦的是 前面那個二十分鐘 因為前面那個 五六公里 就是正斗的時候 要撐過 後面這邊 其實坡度就變緩了 因為這邊均 大概都五六趴 會比前面那個斗坡還要 稍微緩一點 我是覺得視覺上比較緩一點 視覺上有緩 實際上也是比較緩一點 要撐住 而且這邊集團會變多 沒有像前面那樣子 為什麼你集團看起來比我多很多 我前面比較多 你看前面人騎得那麼痛苦 我還追不到 我騎到後面幾乎是晚景七兩 你知道嗎 我後面有一段是 前面後面完全沒有人 只有我一個人在騎車 我想說我是來獨推 我們騎到最後都會有這種感覺啊 你看現在畫面上有那麼多人 真的有一段 整段路都只有我一個 哇 現在到二和睦了 這邊標高已經有1500了 我們出發地大概是1000公尺 所以 所以那個太平山 所以富士山 其實騎到頂的海拔大概 才2300而已 沒有到3000 但他2300感受起來 其實跟武嶺那個3000多 差不多 但我不知道是 高尾度的關係還是怎樣 我覺得是高尾度 或者是我們騎點 就在比較高的位置 因為埔里大概500 那500爬上去爬2700 可是富士山 從八九百往上爬 只有爬1200 1300而已 但是騎起來那個 痛苦的感覺不一樣 痛苦指數差很多 可是應該也沒有到高山缺氧 但是就是可能 還是會比我們平路這樣上來 還稍微沒有氧氣一點 或者是沒有熱身 熱的時間不夠多 因為一開賽強度就來了 可能 太平山不是也是一開賽 強度就來了 太平山 對啦也是這樣子 可是太平山比較溫暖 太平山比較熱一點 然後 他前面因為不用 我們是競賽組出發嘛 所以不用前面在那邊排隊人擠人 對所以有去爬兩次到收費站這樣 所以就有熱身 差不多也熱了二三十分鐘 然後再去排隊 排隊時間也沒有像這個那麼久 對 我們已經算很快了 你要後面那個 等一個半小時了怎麼辦 這個就是要參加到隊的團 真的真的 那個小高報名讓我們第一批是出發 我覺得差滿多的 真的 你知道這個複士站真的在報名多誇張 他那個報名時間 是台灣人在吃年夜飯的時候 而且是剛好晚上七點 你就是在報名的時候 你要邊吃年夜飯 然後邊按鍵盤然後踢資料 所以真的沒事齁 還是跟團比較省事啊 真的 我們後來其實有去看一下人家PTT分享 他自住這樣來大概四天 我把它撐到五天好了 大概也要五萬多塊 主要麻煩的是車子吧 對 你車子要怎麼弄過來這樣 我們還有一些 碰到一些奇怪的問題 就像你看你在機場 你找不到你的車子 對啊 我真的是嚇到嚇死 如果沒有人幫你處理的話 那個就比較麻煩 然後 車子機械故障啊或幹嘛的 真的 真的 你斷浮條嗎 對我斷浮條 然後還有變速線斷掉的啊 對啊 什麼狀況都有 卡錢卡住的 如果我沒有會修的 或是工具帶不夠的 那可能當下要找車店也是比較不方便 對因為你是一個人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 你根本也不知道找誰問啊 然後如果你講英文 日本人有些人不太鳥你 你日文講不好 人家也不太想跟你溝通 對 你根本就完全束手無策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齁 你在台灣如果去武嶺什麼都敢叫保母車 你不如真的來日本你還是要跟個團 然後有人可以照應會比較好 對啊 有個照應你發生問題的時候會比較好處理 因為運氣好的時候應該是都不會有問題 但是如果一出事的時候就比較麻煩 對啊 你看現在我們騎到這裡 忽然天空就放晴了有沒有 這個應該過了中間啦 過那個 過十公里 所以它太陽有出來 但是其實還是冷的 但至少 至少不會越來越冷 其實它中間只有出一段太陽 後面還是 後面上去還是冷 還是稍微陰陰一點 對對對 哇這邊很漂亮 而且全部都沒有熱起來的感覺 欸剛剛有個計時點欸 剛剛有放個時鐘在旁邊 那不知道是什麼 那個計時點的話 它應該是要 二十公里那邊有個登山的啦 登山的計時點 它路上都會放一些時間 但我看不太懂 它好像是放當下的時間 嗯嗯 放那個大會時間啊 大會時間 對 哇你看這邊天空就很漂亮啊 這個景色很美啦 但是騎起來很痛苦 對真的真的 瓦數都上不來了 就覺得人不知道在那邊ㄎㄧ什麼 真的瓦數都上不來了 連200瓦都還蠻有困難的 只能看著那個 眼前的列車一直刷過去 真的很想上車啊 上不了啦 如果每台車都有上 就是銀環其實很有機會這樣 對真的要合作 這個路 其實就有點像塔塔家啦 喔 對對對 塔塔家 那個不合作 可能速度就差很多 塔塔家也要合作嗎 塔塔家之前跟人家騎 其實到殭屍牆前面 或 跟著集團還是差蠻多的 喔 對 就是跟自己可以跟著集團 因為 要騎3小時 出 或3小時吃幾的 其實集團還蠻多可以跟的 喔 對 但瓦數不能掉啦 差不多要均220才有機會這樣 哇羨慕欸 那我可能 你的話那我可能要均280欸 我220就推3.7 3.8左右吧 太可怕了 哇 你看現在這個強度 不會啊 這個強度 對起點來說只是剛剛好而已 你看那個數字只有200 你200隨便都有 那為什麼前面都像狗喝水啊 日本人比較拚命啊 日本人比較會演戲這樣有沒有 沒有我覺得 我們比較會演戲 真的喔 所以你覺得演技 台灣人比較強 沒有沒有 他們都用生命在騎車我們不能這樣子 對他們不打針吃藥他們就是 直接硬幹了 對他們硬幹 也有很多跟一跟然後就直接軟掉了 欸我到這邊我沒辦法抽筋了 我沒辦法抽車因為我都快抽筋了 我一站起來就欸不對 趕快坐下來 喔這段有點小平 如果這邊有跟到列車的話也可以再偷一點時間 其實很多很多 富士山很多路都長這樣子 就是其實它沒有很陡 但是你沒有跟到的時候列車就跑掉了 對 而且他們列車應該說都有一個強度在啦 在我這邊出去的 就是我這邊看得到的列車應該都是接近櫻環的列車 因為我後面其實掉滿多的 啊我這樣子掉還有銅環 還有八三八四 隨便掉都有銅環真羨慕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啊 就是你真的一定要對這個富士山的路很熟 尤其是它的坡度 因為像剛剛那樣子 小小一段的頻路啊 就算我真的不行了 後面有一台車上來對不對 我就硬跟那個頻路就好 因為 只要到了頻路 你就把它當作彰化金.100K了 就是比較沒有爬坡的那個 足力的感覺 然後就靠它引力幫你帶一小段 可能要真的要跟一小段啊 然後爬坡的時候靠自己撐出那個軍瓦 然後這樣速度才會快 不然你在頻路放掉 然後沒有繼續往前騎 然後速度就變慢 你看這個後面來的這一團 就接住前面的集團 他們就變成一大團 結果他們一大團之後 速度就越來越快 然後就我們後面這些就跟不到 喔真的 所以掉隊的人要再跟 就吃不到那個集團 其實真的很像那個 今年百K那種頻路 我們只要稍微一掉 它就整個就咻就出去了 真的真的 你看這一團 前面他們集團成一團 然後 就共完百百了 對啊 其實一開始沒有差很多 一開始就是 可能差三四個車身 就快碰到了 結果他們就越騎越遠 我們覺得 這邊的感覺是策略要很像 今年百K那種頻路 但是 你的實力要有那個推力在 或者是對這個路段熟啦 就是因為它有點起起伏伏的 你要對 每個路段那個 哪邊比較陡啊 哪邊比較緩 緩的地方還不能降瓦 還要繼續踩 就像有些車友騎陡坡 騎到坡頂的時候 比較緩的地方 他就會放掉 他們其實沒有放 他們還繼續維持原本的瓦數 繼續往前騎 那時候 他們時速就會比較快 然後你人就會被拉開 像這個地方我就放掉了 然後前面那個 藍色車衣的車友就這樣走了 哇 你就目送了 對 我就只能目送人家 就實力不夠只能目送這一堆人 這樣子慢慢往前走 哇 你剛剛看完這就覺得說 哇 好多地方可以改進啊 明年還要再來 你明年還會想要參加嗎 我就要練夠啦 有辦法撐到 90分鐘退市 我再來考慮有沒有辦法 可以啦 這樣比較有機會可以贏還 你東進武嶺四小時的人呢 沒有 那一天剛好是 可能吃藥打針 比較多 打比較多才有機會 那東進 如果東進你那個時候四小時的實力 你覺得來這裡可以騎多少 那時候銀環一定沒有問題啊 因為這一次騎 那時候騎東進的 四小時多的軍瓦 跟這一次騎富士山的軍瓦是一模一樣 喔 所以你看這次騎不到90分鐘 軍瓦 居然跟我騎四小時多的軍瓦是一樣 想知道我退步多少 欸 對啊 摔個車真的可以 退步這麼多喔 對啊 手摔斷了 也練習也差很多 我有 那 我主要是 身體吧 身體沒有那麼協調 真的是 退步退很多 你看以前這個瓦數我可以撐四小時 現在連90分鐘我都撐不太住 哇 那你來富士山前有準備嗎 嗯 其實不多啊 一個禮拜幾個小時 一個禮拜只有五個小時而已 沒有 甚至有時候沒有沒有踩 我只是想說 因為五月多騎太平山 嗯 軍瓦還可以兩百三 那我就用兩百三來撐撐看 結果兩百三也做不到 哇 這就是因為一些地理環境的問題這樣 可能身體也對這個不適應吧 因為其實騎富士山的時候 我全身都還滿冷的 哇 就保暖沒有做好 其實你看日本有些車友還是穿長袖 來 他原本住在那邊的就穿長袖了 我們只有短袖短褲直接殺上來 就是 我們在台灣都習慣 反正騎車會熱 對沒有準備好 對啊 我覺得下次要去富士山可能 短袖長袖的 就是冬季的衣服吧 也要帶一下 對 因為它雖然有出太陽 但是它的氣溫是9度10度 嗯 然後 真的沒有 看起來的那麼熱 對 它其實很冷 這上面是有風的 對 重點就是有風 這上面風其實 吹起來是很冰的 然後腳底冰的 就沒辦法很好處理這樣 主要還有那個心跳也上不去 因為我之前騎 5月多騎太平山 軍心也有辦法 170 180 可是現在大概 騎富士山的時候 只有150幾 就是它心跳一直上不來 就是身體狀況就會比較差 那你賽前有吃什麼 咖啡因什麼去刺激他一下嗎 賽前 這次沒有吃這些 有的不的啦 我看他們前一天都去超市啊 那一群很強的人 對對對 去搜刮那個紅豆麵包耶 而且還要低油 低油的喔 然後我跟他們分了一個來這樣子 他們都買那個 碳水化合物比較多 對對對 然後 油脂比較少 真的很會買 他們真的都很專業耶 有啊 你看那次東進 我們不是也在講這件事情 喔 對啊 東進 前一天就吃 吐司啊 不是賣香紅茶喝到飽啊 對 賣香紅茶配吐司 吃乾淨的 結果那一天成績就騎得不錯 對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就知道什麼 下次一定要帶賣香紅茶 還有銅鑼燒還是什麼對不對 銅鑼燒那邊買就好了 沒有 我們要帶那個 在台灣吃習慣的早餐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是有差 吃習慣的有差啦 差滿多的 對 不然你看後面這些來的列車 一台都沒有跟到很可惜 對 我都覺得自己 前面這一台就是 我們同團的車友 喔 這台喔 那個高板輪的那一位 高板輪那一位是同團的 對 他 他從後面來嗎 對 他從後面殺上來的 喔 哇 好強喔 這瓦數夠應該是要跟得上去啦 對啊 如果你260是跟得上 目前只能目送而已 就是實力不足 你現在的狀況就跟我一樣 那我可能只剩下250左右 對啊 只能目送這一群人離去這樣 欸 可是我看你後面好像是有跟到 後面有跟到一些集團啦 可是都是跟一陣子 然後就差不多就放掉了 因為沒有辦法跟到大集團 因為零星的還跟得到這樣 喔 其實他們沿路集團很多 就是如果 可以維持在推3.5的話 我覺得能上抽的集團滿多的 3.5耶 到這邊還要撐到3.5好累喔 像右前方這個 欸 這個不是你的車嗎 其實Special Light的 它前面也有跟在我前面 對啊 我剛剛有對好影響 然後我們也有護輪一下 它也有跑出來 所以你在前面會遇到的車友 然後實力差不多的都在這邊 喔 對 對 對 真的 所以你也不要想說去追 那個前面跟你一樣實力也 不可能 對對對 要找那個 像旁邊這種一團上來的 基本上就跟不住啦 就是後面的那個銀環列車啊 對 可能銀環列車或金環列車 因為像 後面比較晚T次出發的 不是有金環的人嗎 對 好 我明年如果瘦10公斤 我看能不能跟得上你 10公斤一定可以的啦 你瓦數這麼大對不對 沒有 我怕我瘦了瓦數也會掉 其實不會啦 你就多練就好 那就是要把那個 用訓練才把他疊上去 然後體重都要適到現在的體重 有差啦 這個 基本上有練還是有差 像我沒有練 就是衰退的特別嚴重 對 這樣沒練大概幾禮拜就會爆掉 沒練 可能半個月就很有差別了 像騎這個我騎得特別痛苦 我覺得騎得比太平山還要累 可是瓦數跟太平山根本就不能比 太平山是 等一下有吃興奮劑還是什麼 沒有 太平山也是正常騎 順順騎 對 順順騎 會不會是因為太平山你刷太多人卡 然後越刷越興奮 然後這邊是馬一堆人刷我卡 然後刷到最後心灰意人 這個還好啦 就是 反正後面上來的能跟就跟 不能跟就放掉啊 看一下他後面是不是A 那都是A 對 都是AT式出發啦 這裡的都是第一梯式出發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號碼部 那個四位數後面那個A就是 第一梯式 然後還有一個B B的話大概就是要排到 一個小時以後了 像這邊都是AT式的人 都是第一梯式 就是6點40到7點10分出發的人吧 我們出發的時間好像是6點50 對 我們6點50 所以我們大概在中段的位置 對 所以遇到的差不多都在同一團的 就是同一個時間點分組出發的 嗯 但是同一團裡面實力差也差滿多的 對 對 對 哇現在 現在我們已經15公里多了 所以快要到最後一個那個髮夾彎了 最後一個應該是叫什麼大鯛 大鯛還是大鯛 停車場 應該是他有設一個 在20公里那邊有設一個 就五盒 四盒目那裡 登山點 喔就是在那個停 我記得在那個停車場之前嗎 有設一個 有一個計時點 那那個計時點 日本人對計時點可能 比較 對 過了那個點的時候大家都往前衝 我都不知道 從三小 到底要不要跟 可是登山碗就只有一個而已啊 他們 兩萬人搶這個登山碗真的很恐怖耶 可能 他們都想要拼那一下一公里 可是最後那一公里再走下去真的不行 這個 路很平的地方 然後 看著 集團圓去 對啊 你看現在這邊其實真的已經有比較緩 但是就是騎不動 對 騎不動 這個練不夠 如果瓦數再多個230 就可以去黏住前面的peak 參加這個比賽應該要 那個 周周測那個 CP60 我覺得這個 就是富士山這個路線 拿來騎車 拿來騎車 蠻棒的 而且他整路沒有紅綠燈 對 他 就是你一路上山 然後自己想辦法下山 我覺得拿來練車 是算蠻好練的 因為他下坡路段真的超少 他下坡只有最後 那個 差不多兩公里 平路段 對 台北要找這種地方 差不多就養得陽晶吧 對 養得陽晶 巴拉卡好像還太短 巴拉卡10公里偏短一點 然後 但巴拉卡坡都跟這個比較接近對不對 巴拉卡跟這個可能會比較接近 我覺得巴拉卡可能比較陡 對 還比較陡一點點 比較陡一點 海淪咖啡 那你拉鍊要拉很緊喔 不然會背走啊 我們只要騎 興電到海淪就好了 另外一邊我們就不要去 不要去跟人家 追焦啊 拍什麼追焦照 結果被A到這樣子 就尷尬了 對對對 好 沒問題大家應該不會聽到這邊 都已經過了一個多小時了 應該沒有人想要聽 沒有啦 騎 騎北宜我覺得還是要小心 因為之前我也會在北宜練車 就是練那個國使館到海淪咖啡 就抓個35分 做個ITT這樣 其實那邊我覺得 比較不會遇到這些 有的沒有的 我覺得這台灣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練的應該就魚老吧 比較接近有沒有 你說接近這個富士山 對對對 但魚老的陡度比較陡啊 對我覺得魚老是有點太陡 但練的東西應該是很接近啦 因為時間都差不多長 對可以拼看看 可能棺木或大雪山齁 可是棺木的路這麼差 對 這個下滑要 真的是沒地方耶 可能下滑要像日本人一樣 他們下滑前都會把輪胎放棄 欸對耶 他們都會 都放 而且放得很多 我就想說這放一放等一下 下面要怎麼下來這樣 對啊 對啊 人家都打算不打算裝煞車了 應該沒有不裝煞車的吧 我是沒有看到啦 我只有看過不裝水無價的 我覺得他們偷親的招數真的千奇百種耶 人都夠輕了還要偷親 是要偷個 你會看到他們沒有裝水無價的人 其實也是都瘦瘦的 都沒有那個 蠻壯的人在偷親 而且你看喔 像現在剛剛有看到好幾台齁 你會看到那個水就到底了 騎這個會一壺水啦 看騎的路線 可是你這次有吃到果膠嗎 我這次 喔 這個就是 麻煩的地方 我這次有帶兩條果膠 結果有一條 半路就爆開了 結果他有褲子都黏黏的 抓屎 對 我被那個果膠抓到 是那個黑色的那一條嗎 對我們用黑色的那一條 就是 我沒有吃 欸這就是我們通隊的 我們 這是帆軒嗎 對對對 這是我們同團的帆軒 哇他真的從很後面噴上來 他其實出發的時候 在我往後面一點點而已 你的攝影機畫面也有拍到我 在過季十點的時候 所以你是在我的前面嗎 我在你的前面一點點而已 其實沒有差很多 只是 在過季十點的時候 我有往前衝 因為你一開始網數比較高 所以你一開始有先超過他 我一開始就在他前面 因為我一開始是跟著他 對 你之前分享的那個畫面裡面 其實有我 喔 我沒有特別注意太多人 在那個 起始 那個計時 起始點的地方 其實可以看得到我 那邊我有抽空出去 所以我們在的位置其實沒有差很遠 阿 帆軒他蠻強的 對他很穩耶 他整個就是這樣子 他那時候很穩 然後最後我還是被他拉掉 他前後跟著誰啊 那個 那個 武嶺女總二 果然是不一樣 真的武嶺女總二 都不一樣 對對對 他前面那個 男生也是我們同團的 是嗎 是嗎 對那也是我們 小高團帶出來的人 喔喔喔 前面這個是日本人 阿我們差不多沿路就這樣一直跟 這日本人 哼哼哼 跟得很爽喔 沒有啦 人家也是 沒有出來帶一下 要花實力 對不對 我看一下他什麼 TAKEDA 啊 欸 TAKEDA 對 TAKEDA 不知道是什麼 這裡其實大家騎得很辛苦 你看我前面軟掉了 然後這邊也是兩百兩百一兩百二在跟 我光 跟就兩百一兩百二了 前面應該都兩百四左右 前面那是同團的 對前面 我怎麼 帆萱前面那個是同團 現在我認不出來 也是新竹幫的 喔新竹幫 喔對新竹他們那幫好強喔 對 對 RCC那一幫嘛 那 嗯 應該不是 然後 他們騎 好像三個都是82 83吧 就80 就是跟我這個成績是差不多的 喔這次那個照片證有夠難看了 我都買不下去 他們大會攝影師選的點很有問題 很有問題 欸不是我上次吃神餐 那個點超棒 每一個都很厲害 就這個問題最大 可是他只有 他沒有拍到富士山啊 對 他只有拍那個 拍人 你看其實像這個彎 你應該從對象要往上拍 很漂亮 我看CT要去開一個那個 我都想說我去那邊攝影教學 對啊 他們一定沒有看我那一部影片 可是他沒有 他好像沒有開放給一般民眾去拍照 沒有沒有沒有 日本的比賽一般民眾 只有他們配合的大會攝影師可以進去而已 他們配合的攝影師 選了點 都 完全不行 蠻奇帥的 下次我要來指導他們一下 像右前方這個 也是我們同團的 喔 對 這時候我們都 這一個嗎 對對這一個 欸為什麼 一回來我都忘記誰是誰了 沒關係 回去翻照片就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60個人 太大團了 對這60個人 哇 欸你從頭到尾就跟著流量密碼走欸 流量密碼 我這部片都靠你了 我們這個實力不夠啊 只能跟在人家流量密碼後面 跟在我們那個女總二女武生 女總二在後面 真的很強 真的很強欸 你看這個 這個節奏從頭到尾沒有停過欸 它這個回轉數 你看我踏屏都105了 嗯 它也這麼快 這個踏屏應該真的是高回轉100多 對高回轉100多 而且它都不會掉 我都覺得我快累死了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 這條路真的是 打訓練台是有用的 有用 有用 我覺得有用 因為它 節奏很像 像現在坡度其實沒有 沒有很陡 現在3% 4% 然後高度2000 但是騎起來 真的是很煎熬 對 沒有聲音了是不是 沒事 確認一下而已 確認一下 這邊其實蠻驚險的 這邊其實蠻驚險的 因為我們在跟的時候 好像有車尾被掃到 喔 然後 就是 欸我們剛剛已經過那個停車場了 五合四合目了對不對 好像還沒有啊 還沒有過那個登山點 還沒有到那個登山點嗎 對這邊 這邊有 他給你打槍位 沒有 車尾有去A到後車 就是後輪碰前輪 然後大家有稍微閃一下 哇 這很驚險欸 騎到都累了啊 真的 你看 已經都要晃了 這個是狗喝水 這個放一台攝影機照前面的話 我自己 我自己後來我用360 我不敢 轉到我那個方向 那個口水跟鼻涕爪滿臉 根本沒有 那我不想去查 沒力氣查 你知道嗎 你感冒嗎 沒辦法 我就想說我 然後去後面給他們全部中獎 你要跟之前我們去 騎那個KON的時候 有一個人不是騎到直接吐出來 對我還吃到他吐了那個 真的是超泰哥 還好這一團沒有 對我們這一團沒有那麼拼啦 你看 樊軒他在前面帶也沒有拼成這樣 哇 欸他 他是出來帶嗎 還是剛剛那個人去後面啊 他 剛剛去後面 等他下來休息一下 哇靠 欸這個節奏真的是超穩的耶 就這一個 這個也是新組的 哇這很厲害耶 對 大家都 握舞長龍 真的 莫名其妙就一堆騎80幾分的 我們這場60個裡面大概一半都是高手 然後一半 但是 不要說就是說不是高手 就不敢打我們這一團 因為我們也有休閒組 像我就是休閒組的 沒有 這個有 有 畢竟有60個嘛 那他還有分 A團跟B團 就是 不比賽的時間帶出去玩 我覺得蠻OK的 對啊 但是真的如果你要來搶成績要比賽的 沒有車隊跟的 其實跟我們這一團是最棒的 可以找到那個實力相當的啦 真的真的 然後 合作一下我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 可能差距不大 然後在平路段 合作其實是有機會的 啊 明年我們要試算一下 就是說 到底台灣拿哪些成績跟 富士山是最有相關性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 在出團的時候就先排 或者是拿那個推力比 對 來推比較準 對 你看這邊我就跟不住了 剛好這邊又變環了喔 我每次都 這個 欸有人頭頂插360還是 這個影片我回頭看 每次變環的地方我都剪 我都瓦數讓它下降 然後我就看著大家遠去 對啊 其實就是比較吃虧的地方 為什麼你平路會想要把瓦數放掉 累了啊 像我是爬到沒力了 但是我看到平路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加速欸 可是你要加上去的時候 其實也蠻吃力的 你看這邊速度很快 然後 一下就拉很遠 我知道 因為我平常都練平路 喔 所以那個爬坡的技群 我完全不行 然後一到平路的時候 我會忽然恢復正常 可是你看這邊就有2-3% 那個速度 速度感其實是有 然後如果它瓦數帶起來 我這邊應該有騎到30幾喔 一下就 就過去了 你看他們 凡軒跟另外一個 兩個就這樣直接 就直接抓出去了 對 其實他們沒有抓 是我瓦數放下來了 是你放瓦數 對因為你看 坡度一來的時候 我瓦數就出來了 剛剛平路的時候 我只有 100多瓦而已 所以我沒有跟住 所以這是 我覺得蠻可惜的地方 如果這個每一段 那個 平緩的地方 都有把瓦數 keep住的話 那個時間應該可以省很多 我每一段都被 我這些頻道後面都跟著狗票 然後 到最後那個爬坡的時候 全部放我 從你旁邊刷過去 對對對 這心理陰影面積超大 有沒有 只能這樣利用瓦數大的 有彩虹耶 你有拍到彩虹 在上面 還沒過計時點嗎 開始前面這個 三月計時點 三月 三月獎計時點 對對對 這個 完全不敢想 這邊你看 過計時點後面那一狗票的人 全部跑出來 等一下 你看我剛剛畫面前面完全沒有人 然後 計時點要來的時候 五六個全部殺出來 我覺得計時點 設在這裡真的是很 很gank 然後這群人一出現的時候 我也不想跟 因為我也是咬不住 他們原本都在後面喔 就是 都 都黏在你後面 如果只是輕鬆騎的話 這個富士山 蠻漂亮的 真的 你要現在看這個畫面 景色很漂亮 對啊 對對對 因為這邊 他 登山計時點這一段 比較陡 所以畫面看起來 蠻棒的 重點是我 那一天比賽 完全感受不到這個畫面 我之後來 回放的時候發現 哇好漂亮 而且天氣也很好 對真的 就是已經快到山頂了 所以那個 天空都出來 我們應該都離那個霧有一段 我們其實運氣蠻好 因為通常 上來的時候 不一定那個山頭會出現 對 我們 去了那麼多天 只有在這一天 有看到山頭 我本來這一團 以為是從第一天 就雨戰到最後一天 那太辛苦 對啊 真的還好 運氣很好 喔 Bianchi 看看他騎什麼車 這是Willier嗎 對 這是Willier 不然他們滿多人騎Willier Bianchi 然後我剛剛有看到幾台Tine Bianchi滿多的 而且都是選那個經典配色 對對對 那個顏色 有人會穿全身都是那個顏色的 地分泥 對對對 藍 為什麼他們看起來可以騎得這麼輕鬆啊 這是RCC的襪子耶 對啊 這個同團的人 同團的人 我們其實 你知道為什麼會知道嗎 因為我今天腳也是穿這隻 穿一樣的襪子來 對 這個襪子好眼熟 原來是同團的喔 對 那是同團的 等一下他哈馬布是不是B啊 A啦 A嗎 也是28開頭的 跟我們是一樣的 因為我剛剛看的顏色 稍微有點不一樣 這個 Willier這個很強 沒有 因為這邊變平路了 變平路啊 大家就開始追 結果我的瓦數也沒有上來 就是拉不上去了 這邊想要拉 這邊有想要拉上去 對 你看 前面也有騎得很痛苦的人 哇 他們怎麼可以 忍受痛苦忍受成這樣 可是我們騎武嶺的時候 可能也長這個樣子 沒有 武嶺到這樣 騎到這樣子 我 可能就撐不住了 因為距離太長 武嶺都要三四個小時 這個一個小時 可能咬牙忍一忍就過去了 對啊 這邊如果 你看這個距離其實沒有差很多 它就在正前方而已 如果咬牙忍一忍 我應該可以吸住這一團 可是咬上去的時候就開始越來越痛苦 然後又放掉 我覺得這個角度 你看這個富士山在上面很漂亮 那個雲 有一圈這樣 這裡也是一個很好的攝影點 我就不知道那個大衛攝影師 攝影師到底是怎麼樣 點超不會選的 這裡是登山的那個終點 對 登山終點在這裡 他們就衝完了 然後人又拉走了 就軟掉了 對 又軟掉了 現在還有三公里喔 應該還有四公里 因為三點多 但很接近 這邊其實沒有跟住很可惜 就是二十公里的位置 因為二十公里完啊 會到那個停車場 過停車場之後啊 那個路超頻的 對 超頻的 超頻的 我那時候想說 幹 我居然沒有跟住集團 你在至少人還很多 我都已經 沒有沒有 人都跟到我後面 你現在看人很多有沒有 前面啊 等一下他們全部變成一團 然後我後面 我前面完全 這群人都不見了 瞬間就消失了 他們整團帶走了 打包帶走 然後我 沒辦法接 你看距離越來越遠 我這邊可能 也累了 看到你瓦數掉下來了 到瓦數又掉下來了 然後你看他們整團人 前面就 一整團又聚在一起 我羨慕瓦數掉下來了 還有童話耶 可以可以 你有機會啦 不行 我們明年一定要練 先瘦10公斤 然後瓦數不要掉 如果今年這樣 可以撐260瓦的話 如果再點減10公斤 應該可以 原來你在減10公斤 就不敢想了 那個武林破山 就近在眼前 破個雕啊 我算過不可能 武林破山我要減20公斤 那你瓦數上去就好了啊 對 瓦數上去很難耶 減肥比較簡單 這邊 很漂亮 很漂亮 有點雲霧這樣 然後我上來沒遇到 有點那個 彩虹彩虹 對 可是這邊我騎得最痛苦 因為我前後都沒有人 就是這裡 大家都走了 對 這邊真的很平 大概3% 3-4% 然後前面的瓦數 可能不用很高 一樣跟我一樣150-160 然後他們就慢慢的離我遠去 我後面的人也沒有上來 所以前面那段 大家就注意 這個平路前 最好就隨便趕快找一台車 大概在20公里啦 對 指標20公里出現的時候 要吸住 不然後面真的是騎一個寂寞 真的 所以才說對這個富士山路線要很熟 就是說你要在平路之前 不管他對方車多強 反正幹你就先咬上去 要先咬住 因為只要到平路就正常 後面會比較輕鬆 因為你看這邊坡度就不 坡度只有2到3 其實 要吸有機會 我記得這段風阻很大 這種要吸都很難吸 對 他從你後面上來 然後又帶速度的時候 很難 你沒有瓦速度上過去 所以只能一直被吸一點這樣 這段真的就是平路的咖 真的 平路咖 所以 我記得騎這段的時候 那個風很大 風還蠻大 因為 當天那個順利風還蠻明顯的 對 那個風很強 上面風很強啊 所以 所以其實我們那天 JJSC辦那個武嶺的時候 有人說 天堂路那段大順風 他們說有差 我自己是都沒感受啦 天堂路2公里 大順風 大順風 吹風是不是 有差 他們說有差 其實 最後天堂路那個2公里那段 也是整條直直啦 跟這個就有點像 可是那個坡度完全不像 對 坡度完全不是這個等級 坡度20幾%差很多 對 我記得大概過了這個 這一個 那個 停車場 就是20公里過後 這一個是 什麼 奧什麼 奧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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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奧挺什麼工 然後它就會變得很平 可是它前面這裡有一個很陡的 然後這 我記得這裡還有 躲個攝影師吧 有有有 在前面 他前面有躲個攝影師 他真的很不會 那個表情都已經很難看了 還要拍個屁 但是後面這群人真的是 我覺得 滿強的啊 真的很強 你看我後面一直被刷卡 而且這些我要跟 我其實也跟不太住 嗯 練不夠 前面 耗太多力這樣 可能體力分配還是什麼的吧 對 喔 我覺得 富士山真的太多美感 但是路線背熟真的很重要 這個 地圖真的比較吃香 路線有差 因為 你知道哪邊要 撐住哪邊要 換什麼檔 其實會差蠻多的 可是 Ruby上面有人上傳路線 嘿 我有模擬過 但是 就是那個 斗跟平的那幾段是有差 真的有模擬出來 嗯 對 但是你知道那種 跟車跟的風阻 你當下在騎訓練台的時候 是不會 過這邊 想到的 過這邊 開始就有點下坡了 對對對 然後速度會開始變快 因為拍富士山很漂亮 有沒有 富士山 對 右前方是富士山 但是當下是不會想去看他的 漂亮漂亮 現在看到了 而且這邊速度會變得很快 你看 前面的那一狗票輪 直接在轉彎就不見了 有 我這邊 我這邊都有騎到三十幾啊 這邊我沒有 我沒有開瓦數騎 我太晚開瓦數 因為我想說前面那 那票輪走了 我也不想開 然後我看我後面 一開始也沒有人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順順踩 其實這邊速度應該要更快 有 然後你才能偷到時間 你看後面這票 對真的 就是這個速度 這些人出來的時候 我才想說我要開始加我 我頻錄的時候忽然就滿血復活 我反而以為 哇這個頻錄完 我就終點就到了 同環到手了 你看這邊都排下坡了 這五個過去的時候 這邊就是終點前兩公里 對 然後這五個過去的時候 然後我還想說我要加瓦數 喔有有你有加啦 我瓦數才有上來 有啊你看你只要加到四十啦 然後你看他們 其實衝衝軟掉了 然後我就衝慢慢 我就從後面慢慢把它吸上裡面 對日本人真的滿厲害 他們其實都是先衝前面 然後後面就軟掉了 好 對我真的以為那個 本康過去終點到 其實他有好幾個那個名隧道 對 因為我也不知道終點到哪邊 然後我就想說 就跟著他們一起衝 真的 我覺得賽前就騎過兩趟 那個路沒有備熟 可惡被陰 喔好像是快要到那個了 這 終點 還有一段 因為其實 我覺得這個滿長的耶 這一段滿長的 這個大概一兩公里 而且下坡速度又很快 你看我這邊都 都可以到四十 我覺得衝起來差滿多的 這五個剛衝出去 其實他們有上開 沒有接到 我有追到前 快追到前面那兩格 然後上坡就來了 你看 喔對對對 畫面的前方有個上坡 對 可是那個上坡很崩潰 因為已經衝那麼多了 然後他又穿接上去 我也是 我也是看到這個坡的時候 直接軟腳 我是真的軟腳 你看我這個速度上來 對 然後馬上就 畫素就沒了 我畫素直接掉下來 直接軟 然後我後面一堆人吸到 我前面吸得很開心 到這邊就開始放 把我放生 喔我真的整個超崩潰的 喔對就是 這裡這裡這裡 這裡是最後的蹦康 對 終點前的那一個 我記得是終點 過了一個蹦康之後 他就砰就上去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得到那邊 對啊這應該是最後500公尺啦 我就算錯蹦康的數量 害我前面衝過頭 可是他沒有做一個 最後終點的那個標記 沒有沒有 對對對我覺得他 他應該要在那個 每幾百公尺 或是每半公里 就標記一下 像台灣的好處就是 我記得終點前 500公尺就會標了 3公里 2公里 1公里跟500 他會有一個牌子在那邊 讓你知道 對 我就覺得心裡比較有個底 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去參加這個 然後 你不知道他的 終點在哪裡 對 所以大家 因為我看里程術的時候 一直想說 奇怪25就到了 那我怎麼 就是 看 好像感覺快到了 又感覺還差很遠這樣 對 對 這個就是最後一個蹦康 應該是不會有錯 對 這最後一個蹦康 我一直以為這個蹦康過了 就到了 結果沒有 結果還要爬上去 蹦康看到前面我整個 整個都灑掉了 因為我那個時候很接近 投緩的成績了 應該這邊我就已經130了 如果你剛平路那邊 再多衝一點 就有機會 對 因為你一直差60秒而已 你看這邊 坡度都已經上來了 這超 超尷尬的 你知道嗎 整個騎不動 可是 日本人還是狂衝 對對對 一堆衝 你後面殺上來的 這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我練不夠 這很慘 可是在這邊的人 其實大部分都是同環以內 對 就是 大家 差不多 這個要拿陰環 應該也是沒有機會的 然後我跟你講他就把終點 搬到剛剛那個隧道出口 我就同環 就差點 這一段很難塞 你知道嗎 這 這一段七趴 七趴八趴 七趴咧 然後大概 300吧 300公尺 對對對 聽到聲音有沒有 你看快到了 對對對 到了 然後日本人對成績 應該是算 蠻要求的 我真的覺得他們 他們對比賽上面 非常的認真 就是 我左前方這個 他可能 因為我看他還有捶 捶車子一下 可能就是 沒有達到他的搖 他沒有達到銀環還可以送 可是這邊離銀環其實 有滿遠的 對 欸 對啊 上來好多東西沒有吃到欸 不可惜 好啦 好啦 太好了 結束了結束了 然後等一下 要領 那個物資就是要下去嘛 對不對 對 我覺得他們動線設計的還不錯啦 還不錯 還不錯 不會塞車 不會說 騎完就一堆人塞在那裡 一般的人說他們的影片到這邊就會卡掉 但我們還有留下去 我還幫你保留一小段留下去 欸 你去年參加 之前參加的時候也是長這樣子嗎 沒有啊 我第一次參加不是參加 那 對 可能要問別人 我覺得這個安排還不錯 它滑下去 然後大家再 自成山也是這樣 到下面 然後有個空地讓大家停車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不錯的東西 然後用牽車進去這樣 王位 對對對 就不會說卡一堆人在上面 對對對 對對對 兩萬人他不這樣做會出事啊 對啊 人蠻多的 明年團我們都 明年團應該已經快成 現在是 麻煩是飯店 因為現在很多飯店 不接受大量的單車客 人太多了啦 那個 像這次 因為他們都要組裝或幹嘛 車子跟箱子 給人家佔那麼多空間 對對對 真的是 沒有我覺得每一團都遇到一樣的問題 主要 主要 主要是 量體忽然太大了 哇 欸 好 對不對 就播到這邊 我們終於把它 終於把它看完了 這樣也可以看了一個小時四十分 好累喔 你有那個嗎 你有快轉嗎 我沒有快轉 我沒有快轉 天啊 我們尬佬都這麼多 哇 這超恐怖的 好啦好啦 那我們今天尬佬就到這裡了 這當作Podcast啦 好 掰掰